苹果在5月9号宣布了iPad版本的Final Cut Pro和Logic Pro 万中期待 等了这么久终于是发了 那会在5月23号星期二 然后国内时间是5月24号的星期三 正式在App Store上以订阅的形式发售 那订阅的形式的话 这个价格国内的是38块每个月或者380包年 然后美元价格是4.99美元每个月或者49.99美元每年 那其实这一次苹果对于iPad的硬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如果想使用Final Cut Pro的话 必须是M1或者以上的iPad Pro 然后要用Logic Pro的话 那就是A12或者以上芯片的iPad Pro 这也算是苹果给大家一个升级iPad Pro的理由了吧 那苹果在这次发布这个软件的时候 其实他也做了一个宣传短片 因为我主要用Final Cut Pro嘛 我也不玩音乐也不懂Logic Pro 所以今天视频我们就结合着这个宣传短片 以及他官方的一些宣传词来看一下 iPad版本的Final Cut Pro到底怎么样 首先iPad版本的Final Cut Pro肯定是要引进一个全新的触摸界面 还有一个新的算是交互的工具 叫什么呢 它的英文名字叫Jogwheel 在新闻的翻译里面叫缓动盘 但是在官网上它又叫调节轮 看来他们自己还没想好叫什么名字 这是见鬼了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缓动盘来浏览 Final Cut Pro里面书写之后动画效果的呈现 它这个绘画和书写效果通过短片里面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写上去之后就保留你本来写的效果 而是会通过软件给你一个动画效果 你就写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它就可以自动帮你生成一个动画效果的字体 或者什么的 可以省掉很多的你后期找字体选字体 然后给它编辑的时间 然后如果是配备MR的iPad Pro的用户的话 它就可以用上那个Apple Pencil的悬停功能 也就是说用户无需直接接触到那个屏幕 就能够快速的浏览和预览录像 那在iPad上的专业摄像模式 视频创作者可以在纵向或者横向拍摄高质量的视频 然后监控音频和可用的录制时间 并且可以手动控制焦点曝光以及白平衡这些设置 我在苹果的官网上找到了这张图片 里面就是在专业摄像模式里面调整白平衡 并且在配备MR的iPad Pro上的话 用户甚至可以用ProRes来录制视频 这里就演示了如何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拍摄编辑 以及可以马上讨论在后面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拍摄 这就省去了很多从片场到工作室的时间 那很多如果是想要录制一些短视频 然后直接进行上传的话 他们就可以不需要在手机上完成这个操作 毕竟手机那个屏幕很小嘛 你用iPad来进行拍摄和创作的话 无论是当一个监视器的时候在用 还是说后期在剪辑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 那iPad版呢 Final Cut Pro因为它利用到了Apple的M系列芯片 所以它的机器学习能力 可以让很多耗时的剪辑任务快速的提速 比如说通过场景移除遮罩功能 创作者可以快速清除和替换片段中对象的背景 而无需使用绿幕 这里演示了如何从Final Cut Pro里面 把主体抓出来 然后改变整个背景的效果 这个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自动裁接功能还可以将素材调整为垂直正方形等比例 语音凸显功能则可以轻松消除音频中的背景造声 这个语音凸显功能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在室外录制的话 难免有那种背景噪音嘛 那这次软件还配备了专业图像效果与音频 所以用户就可以从庞大的素材库中选起专业图像效果和音频 素材库里包括了不同的滤镜声音的效果 标题的效果 看起来和目前Mac版本上还是有挺大不同的 我觉得如果苹果这次提供的这些素材库 如果够大的话 那还是比较滑的来的 因为毕竟自己去找一些音轨啊素材啊 然后考虑版权这些事情 其实还是挺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等于苹果提供这个的话 我觉得可以让更多人以一个更低的门槛来加入到自媒体创作的 这么一个事情当中 那在兼容方面 用户可以从文件APP或者照片APP中导入兼容的媒体模式 然后并且直接在Final Cut Pro项目中保存 iPad版的Final Cut Pro支持导入iOS版的iMovie的剪辑项目 然后iPad版的用户也可以把iPad当中 Final Cut Pro的这个项目导出至Mac当中 所以等于这个兼容性还是很好的iPhone iPad和Mac 这件事可以互通的 最后我觉得这个iPad版的Final Cut Pro对我来说最大的优势 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就和这个视频短片里的一个创作者说的一样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开始创作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对于他这个订阅的收费模式感到不满意啊 但是怎么说 等了这么多年 苹果好歹是把这个Final Cut Pro的软件给带到了iPad上 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是蛮适合于一个非 非严肃性的创作然后做一些短视频什么的 虽然他需要订阅不像Mac版的 是直接一次性买断 但是也给了免费的试用 就相当于说给了我们试错的机会吧 你可以免费试用看他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一个产品 也算是降低了入场的一个门槛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真正靠创作来生活的人来说 380元或者说50美元一年的价格也真的影响不到什么吧 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像Mac上的软件一样 给予学生用户朋友们一些学生用会呢 那我们就后面看吧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一键三连多的支持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的客家小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